周五起到下周二 俄罗斯和亲俄势力控制的 鲁干斯克 顿内茨克 赫松和扎波罗热地区 举行是否加入俄罗斯的公投 在乌尔战争中饱受创伤的 顿内茨克 马利波士 民众参加公投 这四个地区占乌克兰领土的15% 乌克兰本月积极反攻 夺回了大片土地 在俄罗斯失事的情况下 乌东地区的亲俄当局安排了公投 对此正在纽约参与联合国大会的 欧洲各国和美国都谴责俄罗斯 企图通过安排好的公投 使其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合法化 英国外交官柯维利表示 俄罗斯官员正在设定目标 为这个假公投捏造选民投票率及支持率 且月底前俄罗斯就会正式将这四个地区 并入俄罗斯联邦 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认为 普丁此举是想复制2014年在克里米亚举行的假公投 分析师还说这正表明 莫斯科在战争开始时所声称的 将乌克兰人从基辅政权中解放出来是谎言 新唐人记者李梅荣誉综合报导